今個星期四年一到的國際賽事正式開落 首先當然要和大家跟進一下世界射球杯的賽事走勢 以兩條線做標誌的RAT快策揚隊 以軍突起成為球迷追捧的新寵兒 尤其是香港區 成功射球的話 還有藍馬通行證一石二鳥 不過看彩數的飄忽戰術始終不太穩陣 暫時來說我有那麼少少不舒服 繼續領先 色豬你不是懷疑我吧?的人性弱點 還有有醫生指你奈我無何的客觀條件 坐穩綁手位置 聽到這裡聽到應該聽到 聽到聽不到 對了是星期六啦 是星期六的九樓報道 雖然我們沒有踢世界杯 不過如果講對COVID-19這場賽事 香港可以說是狂家屎 今個禮拜 確診數字回升 醫衛局副局長李夏恩 接受有線新聞訪問 說目前不適合放寬防疫措施 再放寬的話 就好像加油落火上 再燒猛些 但另一方面 主持有說 由中國內地入境香港人士 沒有黃馬限制 核酸檢測也只需要做一次 檢疫安排 還可以由其他地區入境寬鬆 但李夏恩就說 不用收緊 原因是 內地防疫措施出名謹慎 有小區爆發 市民根本不可以離開小區 所以相對風險很低 的確 內地防疫措施依然非常嚴謹 在剛剛過去的星期四晚 新疆烏魯木齊市吉祥苑 有住宅發生恐怖大火 官方訊息表示 有十人死亡 九人受傷 網絡上有影片 文字流傳 質疑當地防疫的封控措施 阻礙消防救援 令住戶無法逃生 才造成今次的慘劇 在不同的影片見到 消防車射出的水炮 因為距離太遠根本不能碰火 也見到有著防疫裝束的人 拆走一些欄杆 最深喊是聽到住戶 淒厲的呼喊求救聲 最後消防用了接近三個小時 才夠式大火 市政府官員召開記者會交代事件 至初步確定火災是因為拖板著火而引起 會成立調查組嚴肅追究責任 但否認火災與小區封門有關 有官員竟然指 部分居民致防、自救能力弱 火災發生時 沒有進行有效的撲救 及及時土生 這番說話 跟理局長說的那句 就好像加油落點火 但就是令民眾的路火燒得更旺盛 大批民眾 昨晚更衝破封鎖 找政府官員對質要求立即解封 而是政府今天宣布社會面基本清零 會分階段恢復低風險區的生活秩序 兩種同樣在疫情下的火上加油 應該怎樣撲火呢? 在香港其實不同專家都提出過 今天提確診數字的意思又在哪裡呢? 今天先趕著這麼多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